这股市都成这样子 外资还在想着做空中国呀 就攒着5200多只的市场 阴森森的今天跌了4700家 我也不想甩锅给外资呀 但是外资这次真的是搞事情呀 两件事情啊 中芯呢大跌了八个多点 有传言外媒报道说 美国高层认为啊 华为的芯片是中芯生产的 而中芯里面呢有美国的技术 所以说华为并没有完全脱离美国技术 我已经无力吐槽了哈 就只能呵呵吧 但是这个事情啊 直接就打击了昨天做多华为念资金 导致今天半导体是大跌 第二件事情呢 就是全球最大的资管公司贝莱德 他的离安中国主题基金 倾盘了中国的所有股票 虽然后面辟谣了啊 但是对外资我们还是要留个心眼啊 关键的时刻 他们所在的立场一定不在我们这边的 如果这种巨无霸外资 突然宣布清空A股的话 外面再配合做空 那A股就危险了 今天呢 外资又因为我们的进出口数据不是很理想 砸了80个亿 5200只股票的市场不到500家上涨 看来汇率不稳 北向流出不止 大盘下跌不止啊 我们都不想看到A股的定价权 掌握到外资手里吧 太丢人了 咱还是要寄希望于成立平准基金 能够快速的掌握咱们市场的定价权 不然没有大资金带头买进 市场呢滑向3000亿以下的概率还是有可能的 今天呢 其实管理层还有喊话 说要活跃市场 但依然挡不出行情的低迷 现在打击量化 喊话专家 让原来参与赌博的资金也不想玩了 所以成交量萎缩也是自然的 这点呢 我们之前也已经跟大家说过啊 而且过两天CPI涉容数据要公布 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对于这种要量成绩单的时候 大资金都是先跑为进的 现在呢 油价起来了 很多人堵美国通胀下不去 通胀下不去 美国就可能还会加息 那外资抛售A股去追求美国的高利息 就显得合情合理了 而且呢 我们还要持续的降息 要刺激经济 人民币越来越多 外资认为贬值是大势所趋 回到盘面呢 当下市场还是太割裂了 昨天视频说的某乐家具啊 爆出大股东 违规减持了3.5亿 然后被监管 连续8个涨停 昨天就提醒大家 晚上小心要被监管问询 这个就有可能带动短线情绪崩溃 今天果不其然 制造了一个高开 散户呢 依然是不要命的追涨啊 10分钟成交了将近3个亿 很明显油字在跑 散户在进 最后呢 跌停收盘 这也就在大哀能出现这种奇迹啊 散户太多了 有的是人愿意当借盘侠 真的挺乱的 大家一定要擦亮双眼 独立思考 不要乱跟风打板 风险很大 好 感谢观看